台市新闻看世界来关心 海伦飓风肆虐美国东南部 造成至少64人死亡 5个州至少有300万用户停电 当局面临着灾后清零的艰巨任务 而海伦夹带着狂风暴雨 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225公里 是清洗美国威力最强的风暴之一 现在灾损恐怕上看1100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3.5兆 可能会成为美国现代史上 损失最惨重的风暴之一 滚滚洪流当中 没了屋顶的房子被冲往下游 还有车子几乎灭顶 就连大货车也在大水中抛锚 海伦飓风肆虐 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北卡罗兰亚州西部一片汪洋 水患跟山崩让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天纳西州州长搭直升机勘灾 只见大桥不抵土石流冲刷已经断裂 当地一座医院27号下午因为洪水暴涨 50多名患者跟医护疏散到屋顶避难 索性及时获救 飓风登陆的佛州大湾地区 灾情更是惨重 触目所及满是漂流木跟垃圾 可以看到有木造房子从地表被抹去 有车辆得逃灾 到处残破不堪一片狼藉 大湾地区多年来都没有飓风来袭 没想到这一年来就遇到了三起 这一户住了四代的老家都毁了 海伦登陆之后虽然降为热带风暴 但强风暴雨还是在东南部几个州 酿成严重灾情 初步估计这次灾损上看1100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3.5兆 詹雄编译